在前个单元,我们用珠子排成多边形数 并且借由递回关系式找到多边形数 假如我们将珠子以这样的规律摆放 第一列摆放一颗珠子,第二列摆放三颗珠子 第三列摆放五颗珠子,以此类推 每一列比前面一列多两颗珠子,总共排成N列 那么,共需要多少个珠子? 由前面我们提到的,我们将珠子排成这样的形状 第一列有一颗珠子,第二列有三颗珠子,第三列有五颗珠子,以此类推 每一列比前面一列多两颗珠子,总共排成N列 请问,DN列有几颗珠子? 答案为2N-1 我们现在来观察一下,珠子总数有什么规律 摄AN是前N列珠子的总数 将AN视为一数列 我们先数数看珠子的总数,求出数列AN的每一项 即A1等于1,A2等于4,A3等于9,A4等于16 聪明的同学,你们觉得AN是多少呢? 嗯,AN感觉好像是等于N的平方 观察前几项的数值,形成以下的猜测 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AN等于N的平方 那么如何验证这个猜测呢?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逐一地检查 A5、A6、A7一直到AN 是否也满足猜测AN等于N的平方 但因为正整数N有无穷多个 即使验证了式子AN等于N的平方 对N等于1、2、3一直到1万 或甚至到10的100次方都正确 也不能保证AN等于N的平方 对所有正整数都正确 基于以上的理由 我们提出一个验证方法 来证明我们的猜测是正确的 我们先来找出这个数列AN的地回关系式 由前面测验得知 DN列有2N-1颗珠子 所以地回关系式为 A1等于1、AN等于AN-1加括号2N-1 N大于等于2 当N等于1时 A1等于1等于1的平方成立 当N等于2时 我们带AN的地回关系式 可以得到A2等于A1加括号2乘以2减1 等于2的平方一成立 当N等于3时 得到A3等于A2加括号2乘以3减1 等于3的平方一成立 当N等于4时 经过地回关系式推论 A4等于4的平方也成立 假如AK等于K的平方正确 那么经过地回关系式可以推得 AK加1等于AK加括号2乘以括号K加1减1 等于K平方加2K加1等于括号K加1的平方 也是正确的 以此类推 我们可以无穷尽地推论下去 我们经由地回关系式 借由像和像之间的关系 验证我们的猜想 这样验证方法 我们称为数学归纳法 为何透过数学归纳法 就可以证明上述猜测 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都是正确的呢 像和像之间的推论过程 感觉上有点像骨牌游戏原理 当A1等于1等于1的平方成立的时候 意味着这第一张骨牌倒下 当A2等于2的平方成立的时候 意味着第二张骨牌倒下 可是第二张骨牌之所以倒下 是由于第一张骨牌倒下的缘故 同理 DK张骨牌倒下了 D括号K加1张骨牌一定会随之而倒 所以假如我们要证明 AK加1等于括号K加1的平方成立的话 就得要先假设 AK等于K的平方是正确的 然后借由地回关系式来证明 AK加1等于K加1括号的平方成立 但是这一切得要有其手势 证明A1等于1的平方成立才行 我们整理一下骨牌游戏原理 和数学关系式之关系 当我们在摆放骨牌的时候 每相邻两张的骨牌 要确认前面的骨牌倒下 后面的骨牌一定倒下 当我们摆放完毕后 精彩的时刻来临 我们推倒第一张骨牌 在我们精心的设计下 全部的骨牌全倒了 所以对应到数学归纳法 就是证明当N等于1时猜测正确 设N等于K时猜测正确 则可推得N等于K加1时猜测E正确 最后再说明 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猜测都正确 数学归纳法原理 就是骨牌效应的原理 但骨牌游戏的过程是有限的 而数学归纳法的过程是无限的 注意的是 数学归纳法中证明的两个步骤 两个步骤缺一不可 起始步骤 当N等于1的时候数学叙述成立 就像第一张骨牌倒了 必推步骤 假设N等于K的时候 数学叙述成立 会导致N等于K加1时 数学叙述成立 则此数学叙述对于所有正整数N都成立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问题 我们将珠子排列成这样形状 第一列有一颗珠子 第二列有三颗珠子 第三列有五颗珠子 以此类推 每一列比前面一列多两颗珠子 总共排成N列 请问共有几颗珠子 根据前面的观察 设AN是前N列珠子的总数 我们可以得到数列AN的地围关系式 A1等于1 AN等于AN-1 加括号2N-1 N大于等于2 我们猜测AN等于N的平方 接下来我们要证明 AN等于N的平方是正确的 第一步 当N等于1时 A1等于1 等于1的平方 猜测是正确的 接下来我们假设 N等于K时 AK等于K的平方成立 则当N等于K加1 由D回关系式 我们得到 AK加1等于AK 加括号2乘以K加1-1 等于K的平方 加2K加1 等于括号K加1的平方成立 最后 再说明 由数学归纳法得知 对于所有的正整数N AN等于N的平方 都正确 设数列AN 慢足A1等于2分之1 即AN等于AN-1加2分之2 乘以AN-1 N大于等于2 第一题是求A2 A3 A4的值 第二题是推测 数列AN的一般项 第三题 利用数学归纳法 验证第二题 所推测的结果 答案如下 数学归纳法原理 对于某一个与正整数有关的数学叙数 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 1 起始步骤 当N等于1的时候 数学叙数成立 2 递推步骤 假设N等于K的时候 数学叙数成立 可推得N等于K加1时 数学叙数成立 则此数学叙数 对于所有正整数N都成立 各位同学 上完这个单元 不知道你们是否了解 数学归纳法原理了 先别急 下个单元 我们将继续对数学归纳法的观念 及证明做进一步的讲解哦 请各位拭目以待哦